念佛感应录,一,十二,念佛度王,四,佛音响起母灵求度。 编者,慧敬法师。 1993年的腊月25日,是个下注细雨的日子, 微冷的清晨,便被朋友的电话叫醒, 要我陪他去佛寺打佛妻,当下我的反应是,开什么玩笑? 那是老太婆的玩意,我们这众知识分子,怎会去那众地方? 俨然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,但我这不去的决心, 最后还是在体谅有人出道一帮, 语言不通又不会开车的落寞心情下,逐渐瓦解。 到了南天讲堂,免为其难的跟助朋友跪拜,念诵,绕圈子, 心里却老大不愿地嘀咕住,怎么总是绕圈圈? 亏他还能败得这么一脸虔诚。 而就在心里正不停地嘟嚷住时,抬头呼现, 佛殿墓门外,不知何时已占满尽百人, 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身上大部分穿着古诗堂装, 并且个个念念有词,听起来好像是阿弥陀佛。 我看住看住,心里不禁窃笑这些人真是东轰。 不料,人群中忽然有个特别的人影, 深深吸引我的眼光,那手缝的黑头包鞋, 灰红相间的衣装, 还有那曾被我讥笑老古董的唐室布包, 如此熟悉的装扮,难道是? 故不得众目睽睽之下,我忍不住地用力推开人群, 跳过一排排藻红色的拜殿,向外冲去。 是他!真的是他! 我内心激烈地喊住,泪眼模糊地大叫一声妈, 随后即失去知觉,倒在墓门下。 是朋友的呼唤和额上的刺痛把我拉回现实。 睁开眼,指线法师们正忙着帮我压穴道, 朋友则是用一双被吓坏却又关切的眼神望住我。 回想起刚才那一幕,我不禁又悲从中来,嚎啕大哭。 待这阵泪水渐渐平息后,法师递给我一杯温茶, 轻声问,你还好吗?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忙? 望住那慈悲的目光,我终于缓缓示下心灵深处的秘密。 四十年前,当我还是七、八岁的小女孩, 我们留家在村里是名门望族, 后来因时事不稳,父亲才决定举家迁往新加坡。 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,幸好有父亲的友人, 介绍他开了兼杂货店,由于成信经营,生意越做越大,不到半年,陆续又开了两家分店, 相对的父亲也因忙碌而时长晚归。 我们兄妹三人因各自忙住学业,倒也不以为意,不过苦的是母亲,自从来新加坡,八年了,从未踏出大门一步,如今父亲又忙,她在家就更显孤单了。 上大二那年,某日晚归,一进门就现父亲铁青住脸,大口大口地喝酒,房内则传来母亲哭泣的声音, 我纳闷得正想询问,不料父亲却大喝,莫你的事,进房去,于是我只得满怀狐疑,带住不安入睡。 四日凌晨,阴内急醒来,厕所灯早就亮住,等了十分钟,还是默认出来,敲门也默回应, 嘟嘟的叩门声吵醒父亲,只见父亲似乎想起什么,冲到楼下,拿了药池,打开玉侧门。 眼前,是那熟悉的黑头包鞋,灰红相间的糖妆,但母亲为何旋那么高? 表情为何那么痛苦?天哪!看住父亲哥断天花板上的白麻绳,抱住母亲瘦弱的身子, 我心里从此落下一声难以忘怀的悲痛,也为此远离父亲来到澳洲。 听完我的叙述,法师们并莫好奇探问,只温和地告诉我, 可以为母亲立牌位,念佛回向,仗佛光明,使母亲早生善道。 于是我怀住感恩的心为母念佛,心中也默许一愿, 每年佛期,必为母念佛。 一场佛事,释放心中的秘密,也解开了我的心结。 回到家中,看住正在做功课的孩子,我终于下定决心拨一个二十年来不曾忘记却不愿打的电话号码, 但话筒那端传来父亲熟悉的声音,我内心不禁颤抖住, 一边也喊住念祖,念恩,来和爷爷说话。 一九九五年十月爵士月刊一三四八七佛音响起古语。 按 现世祖灵过去冤亲或有跟随在我身边。 亲而苦者望我剑拔若是冤魂伺机报复。 我若念佛或往听经辞知冤亲正好得度。 闻佛本愿救度之意能解冤皆能见冤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